沙努西真的很不负责任 我国独立60多年来 没人敢说 槟城是属于极打 要修宪的这种话 就只有沙努西这样的领袖 敢敢玩弄这种课题 首先安华今天早上在国会中 大骂这位极打大臣 除了占委立场维护联邦宪法 安华也强调将这起事件 全权交由总检察署 采取适当的行动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和煽动法令 针对沙努西所发表的 不负责任言论展开调查 安华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 回应火箭八眼国会议员 林冠英的提问时 除了提到警方的调查 过后将交由总检察署 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也抨击沙努西 借着州选来临 挑起兵州主权的课题 牺牲联邦宪法的原则 并制造混乱 虽然说讲出这些 不负责任言论的沙努西 最后会不会被对付 被提控都还是个未知数 但一党总秘书打击尤丁 昨天就已经迫不及待 为战友的言论先打了预防针 强调沙努西说 兵城属于极弹的言论 并没有错 不应该被提控 课题如今是学术课题 他还拿了国阵议员 当打键牌 强调过去也有国阵 击打州议员 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不管怎样 说出口的话 已经覆水难收 兵城警方即至今天 已经收到四份 针对沙努西言论的投报 这位一党的嘴炮王 到最后会不会亲手 将自己送上了法庭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不知道你又是怎么解读 沙努西这一波操作呢 有没有成功为国盟加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也记得持续关注热点和スポット 一起关注国内外的大小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